你说这五味啊 酸甜咸苦辣 酸甜苦辣咸 能缺哪个 先去一个 让你去一个还能做饭 五味先去哪个 苦呗 苦好去一个了 再去一个 酸 酸就去了 好那这山西人就疯了 再去一个 甜 再去一个 哎哟这倒是辣了 对就剩俩了一辣一咸 你肯定再去个辣 就剩了咸 盐是啊 百味之鲜 只要有盐 这东西就鲜 就好吃 你一个人有天大的能耐 你又不使盐 这饭没法做 这里缺什么都可能做 唯独不能缺盐 所以天下盐啊 天下啊 都是靠盐打下了 这个饮食江山 过去啊 这个 我在农村忽然想起一事儿了 我在农村啊 穷啊 那些知青偷人家的鸡 偷老百姓的鸡 饿急了眼 什么都吃 把这鸡呢 连夜就得炖了 没有任何佐料 知青人家 厨房是食堂啊 家里什么都没有 就是就一锅 把它烧开了 把这仙哥开出来一蘸 把这鸡毛全拔了 找把刀一弄 出来都那肠子就扔了 肠子也没法洗 不会洗 能吃的全扔水里 煮 就撒把盐 就特别好吃 就是撒把盐 没别的 没有佐料啊 也没有什么烹调技术 就是拿盐水一煮 那么盐的制作 我们说盐是两种 一种是天然的 一种是制作的 天然的盐今天很少啊 过去也很少 盐是制作有两种 一种是卤盐 熬出来的 一种是晒出来的 到今天海盐还是晒出来的 再有一种盐呢 是天生的 就是盐盐 山上的盐 石头带色的 有黄色的 有那个粉色的 过去我没看见时候 我一朋友啊 有讲究 这个复宴的时候啊 自个儿不吃那个餐厅的盐 从兜里掏出一块盐盐 粉色的 淡粉色 淡黄色的 我见过 拿那个刀 卡吃一点 弄盘子上 然后呢 蘸着这个食物吃 然后跟我说 这块盐 盐特别贵 我说有多贵啊 他说合人民币 两万多块钱 哎呦 当时我就肃然起敬啊 我说这人吃饭 真够讲究的 拿这么大一嘎的盐 还两万多块钱 后来我有机会啊 上国外 我看见这盐盐了 人家堆在地上啊 里头打一灯泡 跟盐石似的 一开始我以为是石头呢 我说这什么玩意儿 他说就是盐 说盐盐 就是盐石上的盐 盐因为有点结晶透亮嘛 所以底下搁一个灯泡呢 就特好看 那一大嘎的 我说这贵嘛 说不贵 你拿拿两块 哎呦 我一听他拿这么大一嘎的 高两万多块钱 我拿那块值三十万啊 这么大一块 拿回来 所以这种盐盐呢 他在哪发现呢 我不知道啊 世界各地都有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吃的盐呢 都还是人工加工的嘛 一个晒海盐 我看见过那个 这个海滩晒盐 一旦晒海盐了 这个海滩全废了 因为盐有卤嘛 整个寸草 寸草不长 这个海滩就是个晒盐的盐池 对我忽然想起来啊 一说这盐 我想起我在农村的时候啊 农村的时候有粗盐 现在看不见 大粒粗盐 粗盐还有两种 一种是粒特大的 这么大个的啊 还有一种是那种 就是这种 稍微碎一点的 但是也不能炒菜 它干嘛用呢 都用它来腌制 那时候 每年的秋天的时候 要腌制很多咸菜 比如腌萝卜 知道萝卜怎么腌吗 千岁泡盐水 泡盐水 你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啊 腌萝卜条 就那个 带点辣味的啊 我现在说的满嘴都是口水 太想吃这玩意了 它是要风干 先把它洗干净风干 我想想我去哪啊 我想去广东地区 它那个烟让我惊着了 我想想是 还是福建地区啊 反正就是紧南边 它是挖出来以后 那所有的萝卜带着泥烟 它一定要带着泥烟 才新鲜 所以这种这种腌制啊 腌制是一个中国 甚至全世界保存食物 最古老的一种方法 我们到今天都知道 腌制的东西不容易坏 比如有腌的这种肉 有这个腌的各种咸菜 当然咸菜中的一种是拿盐腌的 还有就是拿酱油腌的 比如我们北京有一种咸菜 最便宜的 酱割的是贵的 你说的很好 还有一种叫水割的 什么叫水割的 拿盐腌的 酱割的是拿酱油腌的 我们小时候吃饭能有酱割的 那就算奢侈了 吃的都是水割的 您说这个做饭 我就想其实很多不会做饭的人 炒第一次炒菜的时候 遇到最大的难题 就是说我放盐放多少 我知道您其实是有这个做饭经验 您那个时候放盐 有没有什么 放盐是有诀窍的 就是我告诉你诀窍 盐要是贵就少放 是这样 我过去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 其实我当 我挺怀念当知青的那段日子 我比别人好一点 就是我在食堂 我管着知青 我管着知青呢 就是在食堂给他们做饭 那么做菜呢 积累了一些经验 小小的经验 什么经验呢 就怎么放盐 这放盐呢 我们放盐呢 是要看天的 对 天一看啊 大夏天的 暑热 暑热难难耐 或者说 今天这知青出去干什么活 隔麦子去了 菜多闲都没事 因为他们干活 大量的汗液流失 盐分损失 所以 这帮知青啊 只要干了重体力活 或者是特别朝闷的天气 大量的出汗 他回来就不怕闲 所以你看 就是天热 多割两把盐 割两把盐 那时候割盐割最多的是 割炸酱面里 那酱啊 知青是他们太能 知青是 说脏话了 就是 知青是太能吃这酱 你有多少酱 他都给你吃了 他敢吃你 先吃你半碗酱 再去吃面条 那不够使的嘛 那后来的人没酱了 面条是自己加酱的 你不可能是大师傅 给你把面给你 给你捷勺酱 那肯定比较为他打架 说你给我少了 就自个加 为了让这个酱够吃 往这酱里加盐 印阳特深 炸这么大一盆酱 一的都知青 很深的盆 你都得至少割二斤盐 严格 你把脚啊 不是想 给我吃这一口 都咸的喝 这是翻白眼 他们不嫌 不嫌嫌 不怕 马大厨 看钱可以 马大厨 当年就是管知青 马大厨 今天我们看不见 你这个切 缩衣黄瓜了 但我们能不能 看看宝贝 宝贝 你看宝贝 都忘了看宝贝了 老忘 这啥宝贝 我都不知道 今天讲吃的 讲吃的什么 来看看 还有一个盘子 是这个 来 你看看 一盘子 莫采加金 不是莫采 是莫采 莫采加金 带青花 边上这边是 这花卉啊 是青花 底头是莫采 莫采雅呀 先说这年代啊 这年代是乾隆早期的 带有雍正的味道 雍正时期 特别愿意画墨采 这个画片啊 非常有名啊 这个画片呢 它是有非常深厚含义的 他画了卢燕的啊 就是大燕的 四个生活状态 叫飞鸣石素 看飞 看见没有 这是飞 飞着呢 鸣呢 俩叫唤 食呢 你看找吃的呢 食 素 睡觉 睡觉了 睡觉 好 它为什么画四个状态呢 是我们人也是这四个状态 所以 这样一块盘子呢 反映了 不是鸟的世界 我们讲江湖 不是鸟的 江湖是人的江湖 所以掌握技能 掌握技能 是你生生中最重要一点 人活着就要学一个技能 或者学若干的技能 过去古人说义不压身 义不压身 你说你能学很多 是吧 你比如说你 你的技能 刚才说盐 盐你能怎么做呢 能 腌着 腌菜 腌菜有一种叫深腌 刚才咱们讲腌咸菜 全叫深腌 还有一种浅腌 爆烟 知道这词吗 我只听过爆炒 爆炒 跟它一个路子 就是快 日本有一种 自菜 就是几个小时 早上腌完了 上午就卖 下午就卖光了 所以这个盐呢 它的好处啊 除了能提味 还能什么呢 消毒 杀菌 手破一口子 如果实在没招了 撒点盐水 往山口上撒盐 是为了你好 你想着 消毒 然后呢 还可以饮甜 有一句话叫 要想甜 搁点盐 所以到现在啊 你看日本人吃西瓜 旁边给你 哎 人家把西瓜切好了 特甜的西瓜 带一小盘盐 浅浅地蘸一点吃 特甜 而且那味道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说要 你想想它咬你啊 这猫啊 这猫说翻脸就翻脸 你不理它没事 你别抓它 一辈子说到甜啊 就是我们应该说 这五味的 主要一辈子是甜 对吧 甜这东西啊 其实挺害人的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糖 就具喜欢 我到现在还有时候 还突然狂吃一顿甜的 白糖能吃一斤 按斤吃 少快吃 水果糖能吃三斤 看一个电视剧 三斤水果糖嘎嘣嘎嘣地 全嚼了 水果糖它不怎么甜 你没发现吗 那东西不怎么甜 最甜的是什么 就是中东的那甜食 中东地区 土耳其 我去那个以色列 那后天 他们都吃不了 哎呦那甜 一想起来 真好吃 这个 但是糖这个东西 对人并不好 小孩首先早的 不能很早的摄入糖 人身体是可以合成糖的 人到中年以后 尽量不要吃糖 有的这个医生跟我说 万恶糖为首 糖给你带来很多疾病 你要得了糖尿病 就特别不值 但是人为什么特别愿意吃糖呢 因为糖能救急 你比如你特饿的时候 给一块糖 马上就舒缓很多 有的人一滴血糖了 就不行了 我见过好多人 就是那个叫滴血糖 一进门就是 不行了不行了 赶紧给我找个吃的 一块饼干下去好了 滴血糖 就是糖是可以救命的 呦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你今儿 哎哎哎哎 哎你要上来吗 上来吧 上来吧 嗯好 他真不见外 一说糖他过来了 那么 其实 所有的 味道当中 人类的味道当中呢 这个 只有糖是天生喜欢的 小孩都特别愿意吃糖 所以一定不要让小孩过早的接触糖 这个您能下去吗 咱没有这么抢镜 轮圆了 抢镜了抢啊 这个你知道人怎么变成网红的 就是这么变成的啊 您下去吧 行了行了 差点离的 这个所以我们一生中啊 从健康的角度上讲 尽量不摄入糖 摄入糖的后果非常严重 超量的摄入 甜食影响你的寿命 还影响你的容貌 你看那个 有些那个白种人到老了以后啊 那个面皮 滴了哒哒 跟那个鸡脖子似的 那都是因为摄入糖过多 所以糖一定要抑制自己 不要多吃 所以我现在 就吃的少 少很多啊 我要早知道这样 我年轻时候少吃点 我还看着好看点 是吧 糖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 按照新糖书上的记载 说糖是当年 唐太宗呢 就遣这个使节呢 去到印度学的 那从印度学的 我想一开始 是不是就是折糖啊 糖是就是植物的 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折糖 还有一种是甜菜的嘛 我们在东北那时候 都是拿甜菜 甜菜就跟芥菜似的 拿出来炼糖 那么大规模的 这个制糖呢 这个工业化制糖呢 是这个十九世纪才 十八世纪是末啊 十九世纪才开始的 主要是通过折糖 干热的糖是很纯的 这个甭管是什么糖 我们生活中呢 就是一定要遏制自己 比如南方人啊 南方人这个喜欢吃 这个做菜都割一点糖 过去北方人特别不习惯 就南方 尤其是无地啊 就我记得到无锡吃饭 那八十年代 人都没怎么吃过异地的菜 一辈子都是吃本地的菜 然后到无锡呢吃 哎呦我记得有人说 这怎么吃这菜太甜了 其实就是割了一点糖 我们国家啊 这个从史籍上讲啊 你看到这个南宋时期就有一本书 就叫糖霜浦 霜就是一层霜嘛 糖霜浦它最早就介绍了这种 折糖的制作方法 我们今天生活中糖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 其实你不去主动地吃糖 你可能在点心中啊 吃的一种各种 就是现在下午有时候喝点茶 茶点钟都会有糖 您是特别能吃糖 一次吃一斤 我是特别能吃醋 我特别能吃酸的 对 糖吃的肚子里吧 吃多了胃酸 对吧 但这醋呢 吃多了它不胃酸 不胃酸 你知道吃醋的故事吧 这个吃醋 我们生活中老说的一词 说这人吃醋了 现在过去吃醋 很狭隘地指男女之间吃醋 现在男人和男人也吃醋 女人和女人那就更吃醋 过去这吃醋就指男女之间 这个故事是唐代的 房玄龄 房玄龄十八学士之首吧 应该是学问大 他老婆是个妒妇 就是非常嫉妒的一个老婆 就嫉妒所有的女的 这个吃醋的故事是他来的 当时这个唐太宗 想给房玄龄送你个女的 那说封建社会 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房玄龄说 我得问我老婆了 老婆不高兴 老婆说你要是 去那个妾什么的 我就死给你看 这个皇帝就说 皇帝就说 唐太宗就说 说你这个这么吃醋 这位瓶毒酒 你要不然就让他拿个窃 要不然你就把这酒喝了 那房玄龄老婆二话不说 就把这毒酒喝了 这毒酒就是醋 皇上也没那么狠 所以从这以后呢 这个吃醋的故事 就这么形成的 是杜妇啊 特别嫉妒的一个妇人 那么 这个 我们今天说醋啊 醋难说啊 说的这满嘴都是 望梅之渴 就是这么来的啊 说那边有酸的了 马上这个都不渴了嘛 山西老陈醋 这我特熟的 这味道都特熟 因为我小时候 只吃过这一款的醋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呢 镇江香醋 镇江这香醋 苏东坡特别爱喝啊 苏东坡当时在镇江没少 还做他一个交椅呢 再有呢 这个福建永春的老醋 还有四川朗东的这个醋啊 这种这个 四川朗东的那个醋 我没吃过叫宝宁醋 醋成以后别说这玩意啊 哎呀你们要原谅我啊 这酸东西啊 其实是很好吃 酸是两种嘛 一种就是这种添加的酸 还有一种是自然的酸 食物酸特好吃 我喜欢 我很喜欢 比如酸汤鱼 比如泡菜 比如猪肉 不是猪肉炖粉条 这是 酸菜炖 酸白肉 酸白肉啊 这个酸菜炖白肉嘛 酸菜粉丝嘛 我过去在东北待过两年 所以很喜欢吃那酸菜 现在的酸菜啊 都不是那么不够酸 还有就是酸奶 真正的酸奶特酸 有一种纯酸奶特酸 就是跟这酸那个干上了 我现在不能再说了 再说我这说不下去了 我们要改啊 我们改下面这路的 说什么呢 说辣 我们今天吃辣特别普遍 甚至比我小时候都普遍 中国古代的人呢 是不吃这种辣的 他吃的是辛辣 葱姜蒜 是这种辣 辣椒传入中国特别特别晚 是明朝末年 跟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有直接关系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才把美洲的辣椒带过来 带到亚洲来 据说是通过吕宋岛 就是菲律宾这边传入到中国 所以你要不了解这个史实 你肯定会出问题 因为我们都认为 四川人吃辣 湖南人吃辣 他吃辣也不会超过四百年的历史 对吧 那辣椒进入中国也就四百年 金庸在这个天龙八部中呢 就出了笑话嘛 他当时有这个 就这个描写嘛 描写吃辣椒的描写 天龙八部说的是宋朝的时候呢 宋朝人肯定不吃辣椒嘛 金庸先生是大家 偶尔出个披露 这很正常 我们对历史之之再多 也是沧海一宿 但是不能瞎编 现在电视剧中大量的这种 瞎编的情节啊 就乱七八糟 什么东西都上来 所以今天拍影视剧 不那么讲究 辣 是一很过瘾的事 我吃辣 你觉得哪人最能吃辣 哪最能吃辣 四川人吧 估计很多地方都不服了 陕西人不服吧 陕西有那红辣椒街 我去过 这个我八几年路过陕西 一个什么县 我都不知道 有一条街 那街当时就是没照相的 这一条街只卖辣椒 没有别的东西 通红一片 一条街 壮观之极 当时把我看呆了 就整个卖辣椒 那时候人苦 你知道 他们普通的这个农民吃饭 一年到头就一个菜 干辣椒 把辣椒炒出来搁上盐 吃面也抓一把 吃饭也抓一把 什么都是这样 就这么过日的 没有拿油炸的 油炸的多香啊 你今天吃 到陕西吃油泼面 哎呦 香死你啊 那时候没这个 都是干辣 那我们的辣是不一样的吧 四川叫什么辣 麻辣 里头有花椒 贵州也有点麻辣 贵州也有点酸 湖南什么辣 湖南 你是湖南人吗 湖南的叫干辣 对不对 这个酸辣是 你说酸辣是陕西和这个 和贵州都有一点 陕西很多的吃食 是带一点酸味的 但是它讲究香辣 这个特香 辣椒本身就是一种 让你上瘾的东西 凡是能让你上一点瘾的东西 它都可以发财 比如我们知道盐 大盐商吧 糖 大糖商吧 你知道很多人喝可口可乐上瘾 可口可乐发大财吧 这辣椒 辣椒都还发不了财 因为有墨西哥顶着呢 墨西哥那辣椒忒辣了 这种辣椒呢 有多辣呢 据说中国最辣的这个辣椒是 海南的那个 什么 什么 黄灯笼椒 那特辣 嗯 那个特别辣 绝对特辣 我在飞机上被人害过一回 一座海南航空 它就绝对有那小袋 那东西 嘿 我上回要了一个 我的经验比较狭隘 我认为辣椒辣的前提是 它红 越红越辣 好 这黄辣椒 它给了我一个吧 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挤嘴里去了 哇 好家伙 我就看那空姐都不漂亮了 您知道吗 给我辣的 那东西特辣 那是中国据说最辣的辣椒 说到辣椒 其实我想到的是火锅 火锅 对 火锅 现在对不辣的人呢 一上锅就点一鸢鸢锅 是吧 自己涮鸢鸢锅 是吧 辣的呢 涮鸢锅 鸢鸢锅 是吧 没分开过 以后说来一个鸢锅 来一个鸢锅 鸢鸢锅 如果不是特辣的算火锅 咱们古代人 有没有吃火锅的这种习惯 古代人有 古代人 但是火锅这种饮食习惯 应该是由牧民族传给我们 看看古代的火锅 我都忘了是什么 把这个收拾来 我帮你拿 我们看第二个 古代人的火锅 哎呦 不吃饭录节目 然后讲火锅 哎呀 节目组很不厚道 您刚刚说中国人吃辣是从明朝开始 明朝开始 对 晚明四百年 不会超过这个 我们看看 姚老师给拿这个火锅 我最喜欢吃火锅了 火锅 哇 这个太高档了 拿着拿着 慢慢的拿住 这个太华丽了 拿这锅吃饭 都吃不下去 这比现在火锅高级多了 高级多了 这简直是 这简直了 光看着都 这火锅 今天啊 用它烧开水都行 喝开水都有味 这太有设计感了 这种火锅啊 过去都是这个宫廷里就有 宫廷里就有 这至少是王爷一级才敢使用这种画法郎的火锅 这是同胎画法郎 这种火锅尺度比较小 你没看见吗 也不算太小 咱俩吃够了 够了 三人吃都行 不可以说话吧 好容易给你吃顿饭 你非说三人吃 那你们俩吃吧 那你们俩吃吧 我走了 碍事 仨人吃哪人碍事 这个 这火锅啊 上面一个把火锅 里头割炭 烧开了以后 这个 还是 割炭烧 现在都是割 这个什么酒精啊 砌炉啊 打边炉嘛 对吧 正宗的炭烧火锅 这是什么年代 就是清代的 清代的 这么漂亮 一定是清代的 这个火锅这个文化 你回去 你不跟我吃饭了 你回去 火锅这个文化是游牧民族传给我们的 火锅首先吃法是围着吃 围着吃 在古人眼中就不高级 围着吃不高级 对 古人讲究一个人吃 吃自己的 明朝的时候我们还分桌呢 那都不是分餐 是分桌 一人一个桌 牛人吃饭是一人手里一个桌子 隔着我吃我桌子上 你吃你桌子上 这么聊天 围着一个大桌吃饭呢 这是游牧民族交给我们 过去汉人认为 这是一种很野蛮的吃法 围着 那游牧民族为什么围着吃 他不分着吃 他好容易打一只羊 他就弄在那 大家围着这撕一块 撕一块 比如弄一火锅 火锅在烹调技术里是最简单的 你们家请客什么都不会 你们家没厨子 弄一火锅总会吧 直接烧开了一涮就完了 这个今天老说 我老说中国古代没这辣这个词 就心 心苦 心苦 你看 心是什么 刺激 苦也是刺激 我们今天吃苦东西不多 无味 是吧 刚才讲了 酸甜咸苦辣 甜酸咸苦辣 反正都有苦吧 苦的没人爱吃啊 有人爱吃啊 吃苦菜 苦瓜 凉拌苦瓜 有一个特别好的苦菜 我告诉你 特好吃 叫鸭蛋黄炒苦瓜 那个很香 那个很香 对 那个很好吃 对不对 鸭蛋黄那个味 就把这个苦给褶了 你吃这个苦的东西 是人生的一个快乐 最苦的 我觉得现在我想起来 能吃的就是 喝的苦丁茶 苦丁茶 搁两根就特苦 搁五根 你根本没法喝 太苦了 但是苦瓜这种东西 还有一些苦菜 并不难吃 那么跟苦 哎 我们